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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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到逢星期二特有的環節 教你做師傅 雖然我們經常說股票投資那些 最重要是由基本公開試學起 不過有時要趕急要快的話 也要有一些懶人包 今天這個懶人包送給大家 當大家看業績的時候 又可以解讀得多些 究竟是甚麼主題?問問師傅 師傅,你好 大家有請… 有請… 每次看到我要做股神的施宏藝 都會知道有錢落袋 不過你的錢 究竟是用人民幣的形式給我 用美元的形式給我 還是用港元的形式給我 就差很遠了 對,看看誰正在升 就比英國了 因為近期看到 有些公司出了業績之後 發現業績的數字離開了 管理層出來說 其實很多產品線 產品的毛利也沒有問題 甚麼有問題 就是因為匯率有問題 所以令毛利率下降 很多時候我們都知道 人民幣或美元走弱走强 對很多行業都有影響 其實沒錯 我們歷例來說 尤其是近兩年 其實納普上台之後 美金其實是持續上升 上去之前 之後的時候 其實美金是持續下降 近來的手勢其實又反彈了 上升了 其實令到一些公司 如果這樣大波幅 都沒有所適從 不過如果你說 好像在去年17年來說 其實美金這樣大幅貶值的時候 其實的確對一些公司匯率的變化 是作出非常重大的影響 但是有些公司其實是會受惠到的 如果美金減價的話 相反來說 其實這個環球的智慧 這麼簡單來說 其實都不僅在美國用到的 中國 即是人民幣 我們留意的香港 HQ也有很多 我們參與到 其實都可以看出人民幣的變化 其實人民幣的升跌 即所謂走強走弱 就會主宰了 根本一些行業的整個命運 有些公司根本不用賺錢 只是人民幣升值 它不僅可以跟著升值 還可以槓桿升值 今天這個題目 就會說這件事 我們就要慢慢解讀 好和不好 假設現在我們先說 大家聽到喜歡好的東西 人民幣升的話 對甚麼行業是特別好 即我們可能 當見到人民幣計價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看 那些行業的股價是否跟著升 沒錯 我們今天簡單來說 其實用人民幣去做假設 首先要跟觀眾說一下 其實最主要的環球貨幣的運用法 其實都是貨幣強弱 會對某些行業和某些行業 有升或者有跌 是唯獨每個國家有些不同 譬如中國裡面的汽車股 因為它可能內銷多些 九成多 做內銷多些 跟日本的汽車股不同 這些就要細心去說 不過整體來說 其實可以分走強 就是這是好的 對,好的 還有走藥 貨幣不好 其實貨幣上 就是有分 叫做好和不好 其實我自己去認定 其實一個貨幣的整個走勢 不是說有絕對性的 一個差還是好的 其實整體來說 對經濟 這個是比較好 整體來說 不是說很差的 整體來說 這個經濟 可能會對這個經濟差一點 我們留意一下 最主要 我們最假設的大前提 就是它對美金 即人民幣 是對美金 美金對人民幣去看的 所以 一個貨幣 是一個扮演的角色 是平衡的角色 沒有說升好還是跌好 如果走強的時候 這個例子是說 人民幣對美金是貴了 即是一元美金 換少了人民幣 即是人民幣貴了 又可能經濟好了 種種源也好 令人民幣會升值 如果升值的時候 會帶動什麼行業呢 可能我們會背 死背都背得到 一般我們都知道 銀行 即是內銀 內險 金融相關 對,金融相關 航空股 飛機 航空股 即是你可能要用到航空股 等等 汽車股也可能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整體來說 看到它有這樣的共識 其實我們要知道原因 因為其實要說 說不完 一塊板就寫不完 即是行業有80多 90個行業 其實我們要知道 如果人民幣能夠走強的時候 譬如我們對於一些行業 或者公司 它持有人民幣計價 有幫助的行業 其實它是有利的 假設來說 去年17年來說 其實人民幣對美金 是我們要說貨幣 例如這樣的 人民幣對美金 是持續走強 我們看到 其實內銀內險 是升得很厲害的 譬如一隻平保 可以差不多升一倍的 一隻建行 由10月到1月 可以升了成兩元 所以我們看到 因為大家除了公司 真的有貨幣升值之餘 大家都會炒作它 不對勁 人民幣再升 其實你更多賺 所以會有這樣的追捧 有這樣的憧憬和追捧 所以這些金融業 我們都會知道 其他是關於 譬如飛機 即是航空業 或者汽車 是關於多少少自己的來稅 其實分兩件事 如果人民幣升值 其實國內的購買力是多了的 然後加上 如果一些公司 它是做進口 或者一些零件是做進口的話 其實它成本多了 銷售有機會大了的時候 其實這些反差都很厲害 即是一種原因都好 令到人民幣走強 其實這些行業 如果它賺錢 可以更賺錢 就算不賺 也可以令到它的股價 會有機會上升 因為它在股值上 匯計準則 是令到它有盈利 這些是屬於人民幣走強的時候 可以特別留意的幾個行業 但是走藥 你覺得會拖累某些行業的業績表現 為甚麼不是 可以反過來想 它走藥的話 其實有利的公司 很可能成本方面 又會較低 是 我的經驗來說 其實人民幣走藥對美金 如果人民幣對美金走藥 其實大致上來說 其實這些 剛才我們說的走強行業 就應該是大件事的了 所以現在大概方向 因為美金想走強 大概是想轉這個方向 去年全年是這個強的方向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如果人民幣走藥 其實對那個指數 或者一個貨幣走藥 整體來說對指數 是會作出一個比較負面的影響 但是你說真的負面 難道不玩股票嗎 那你都可以留意 那可能人民幣走藥 或者一個貨幣走藥 其實都有些行業公司 是賺錢的 那你要想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可以想一個貨幣走藥 就等於那個國家想減價 想促銷 那它減價促銷有利是甚麼呢 當然出口 譬如你做賣出去的東西 又或者你做國外生的東西 總之人家國外 看到你的國家的東西減價 有甚麼是人家會來買的 的東西就多些 所以可能我們的標榜 就是出口 還有很多家具 如果有些國家做汽車 所以我先說 如果有些國家的汽車 專門做出口 譬如日本 2008年之後的美國 你看到2008年前的美國 是真的不優造的 就是不出口的美國車 所以你現在看到 如果它的產品是出的 其實變相怎樣呢 它本身是成本一樣 價錢一樣 標的價格一樣 但是別人看上去是減價的 可能這方面 大家做廠的就會知道 其實90年代 911前 其實做廠是容易做很多 那為甚麼 一年一二一三年 人民幣不斷走強的時候 那麼多造廠的去倒閉 那有些可能 歸類了造廠的 就是已經息微了 其實人民幣走強 如果你在國內設廠的話 你所有的成本都多了 但還要變相別人 譬如一個西班牙客 來香港買東西的話 還要變相你加價 其實你沒有做到加價的 所以走強走弱 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回 譬如我們看到一些例子 譬如中交建 其實它可能做走出去 當然要看政策 所以你看到去年 人民幣對美金不斷走強的時候 怎樣都好 即是騰森指數升了三成 中交建可以倒轉 由12元跌到8元 那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不是深還是不深 我們選擇去看 是一定殺到萬人 我們一定要學的 因為可能是主動上有些虧損 或者被動上有些盈利 其實我們要更明白 這個絕對不是一堂就學得懂的課題 而且尤其是現在看業績的時候 他也會特意說到匯率波動 影響業績的因素 好,Grad,不如下星期 我們拿一些業績出來看看 為何匯率波動之下 會令業績跟我們所預期的 都不同了,好嗎 好 謝謝 提提大家上述嘉賓的個人意見 只是作為參考 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推介